有个故事的,这个是Manser 他就说你好 他就说我是投资的新手来的 多多指教 我觉得有些投资 就是刚刚开始投资的朋友 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听 他说有资金大概是二万元左右 刚刚公司出了花红的 他说想试一下投资去滚大来增值 他说现在有什么的选择可以给他参考呢? 他就有一个短期目标的 就是一个月想有10%的进账 那就麻烦你 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给股份他也可以 也可以给一些方向性的参考 Manser也可以 其实10%是很进取的 这个市况是,但是他可能参考年初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赚钱也不困难的 是的 其实赚钱是相当困难的 是的,有升有跌 现在的市况,如果一个月10% 是不是也比较困难? 因为如果看回你的资本两万元 也追求11成,就是说2000流 其实你的回报率是预求很高的 是的 当然去年的市况旺盛 是不困难的 很多基金都在产生数据回报 但是刚才你也说得对的 就是现在去到第二个市况 就不是这样,那时候的走势 现在的情况是尴尬的 是的,而且老实说 其实你出发红两万元 老实说,承受风险能力 老实说,不是太大 其实那个风险,你可以承受到 不是太大 你想想一两成是一两成的损失 是的 所以我都说,不要这么进取 正如我节目开之前 其实这个月来说,报处上映的问题 太进取了 所以你说现在目前来说 我觉得有什么建议给你呢? 如果你真的想很兴趣 我认为短期第二季 这个所谓的相对波动 我认为你这类型的投资者 我认为稳定为上 就是不要追求一个10%回报 譬如你选择一下 可以考虑买一些收息股 刚才和可能经济部推荐一些 本地的地产收剂股 这类型有息收 而且你看到近期你开了图 你看到一些本地的传统工业股 传统股 本地的银行 本地的电讯 本地的地产 其实相对 刚才那时候 很多近年所说的新经济股 股价图都是相对稳定的 而这类型的股份 譬如说地产股也有息收 而且也临近6、7月的 大概5、6月都有派息期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类型的股份 我觉得Reed说的两件事都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定立的盈利目标 未必是第一次投资 就未必需要太过进取 而且也是需要赚钱之余 平衡风险也很重要的 其实这季度 不要说新手 老手 也很容易捱的 你想想一下美股 这两天的走势 如果你的心脏有点问题 也挺有名的 是的 不过他也好 有问题他会发生来问 还有第二就是 其实投资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了解自己的过程 而且你先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自己的承受能力 不是说你的财产 而是你的心理能力 如果是你拿着股份 你上班 一天跌五六百分之后 你从办公室的位置捱出来的 其实这些感受 要自己亲自试试一下 试一下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